这间酒店流传着许多闹鬼的传闻 有的住客曾经在走廊 看过穿黑长袍的男子 也有人看过两个小孩的鬼魂 更有传言说 19号的房间是闹鬼最猛的房间 虽然这些都是传言 然而酒店的闭路电视 还是拍摄到了一些诡异的画面 比如当员工在厨房准备食物的时候 放在洗碗盆边缘的托盘 竟然突然翻倒 幸好没有掉在地上 可是该名员工已经吓傻了 就像是从头上的屏幕 然后就在地上的屏幕 有什么东西是出现的 出现的空间 一开始你不知的 从头上的屏幕 所以看来这里 对于这里 对于这里 所以我看来就像是出现的 然后就在地上的屏幕 但这一件事是 它是在高速的速度 从头上的屏幕 它是从头上的屏幕 如果你看到,你能看到動作在那裡,對嗎? 後來查看閉路電視 又有東西從架子上方掉落到地面 這一次廚房裡面是沒人的 看看她的回應 她說OK,沒有人是在那裡 這裡是個角度的角度 現在他們的角度上掉了 你會看到他們在這裡的角度上 而在地上跌倒 那樣的事我沒辦法知道 當然我沒辦法說這件事是可憐的 但沒有人在樓梯或其他地方 你會看到他們正在這裡 那是你剛才看到的影片 最後這個被拍到的 是一個樓梯旁白色的天秤 吊著的鐵盤無端端掉落地面 當時員工也是從外面聽到聲響 進來後才發現的 當時兩人只能傻傻地站在原地 無法相信自己看到的情況 你能想像在平時上班的辦公室 有會發生靈異事件嗎? 比如電視拍到這名男子 在辦公室認真工作的樣子 然而也拍下了超自然的畫面 一開始先是一個擺在地上的紙盒 突然朝著桌子底下滑行 男子當時完全沒有察覺 過了一下子 他身後的沙發椅 突然瞬間滑向紙盒堆 把所有紙盒撞得亂七八糟 男子被嚇了一跳 趕緊起身查看 畫面中可以看到 他完全不知所措 然而他還是盡夜底 將現場整理好之後繼續工作 就當他以為一切都沒事的時候 一個紙盒突然飛向他的辦公桌 這一次他直接被嚇得 從椅子上彈了起來 這一切真的是超自然力量的所為嗎? 你覺得呢? 另一個人活動 你的人活動 像是要不知所講的 那麼快 因為我需要的招待 甚至於現在的敵人 都是保持在桌上 配照 你每次手 翻進去 搭進去 sli 自然 几年前,Operation Team的YouTube频道上传了一间闹鬼房子的闭路电视影片 起初他们发现灵异的迹象是来自于这个影片 当时红衣男孩对着镜头说话 厨房跪灭一个白色瓶子突然滑了出来,然后掉在地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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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把外面捡到的东西带回家呢? Ghost也是一个拍摄灵异内容的频道 也会收藏一些在外收集到的灵异物品 它也会把这些物品摆在家中 进行更进一步的召唤仪式 可以看到画面中 它设立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坛 桌上摆着几样 它收集回来的物品 而墙上也画着 有通灵作用的制服 原本空无一人的房间更加阴森 突然右边的椅子被推了一下 随后摆在中间的模型 人头有了动静 开始的时候只是轻微摇晃 最后倒下 滚动到桌子边缘 是附身在模型人头里面的阴魂 发出的暗示 又或者这一切只是巧合呢 感谢观看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订阅天马行空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